来自比利时媒体BOTBALMOEWS的消息,卡拉斯科仍然有着强烈的欲望,想在今年夏天离开中国,重返欧洲联系踢球。 近日,他在地上对自己新营酒的一脚豪门AC米兰是好。 据悉,卡拉斯科甚至主动告诉AC米兰的总经理莱尔纳德,自己非常愿意去胜西罗球场踢球。 众所周知,AC米兰是经营东窗之多的卡拉斯科友谊的一家欧洲豪门之一,但最终双方能能牵手最大的阻碍,便是卡拉斯科高昂的年薪。 而比利时果奖似乎有了时代的这一点,BOTBALMOEWS透露,卡拉斯科已经向AC米兰表态, 如果红色争团,尖叫人员有一千像自己,并且满足大联义方开出的转会费,自己愿意大幅度降薪加盟。 根据此前国内媒体的透露,卡拉斯科在大联义方能新高达1000万欧元,如何7600万元人民币。 如果他真的放弃如此亲厚的高薪,选择降薪去一架踢球,在经济生意上,鱿鱼将能受巨大损失。 显然卡拉斯科这次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前途,确实是向了很大的决心。 作为大联义方,去年当穿荒,放了3000万欧元的天降转会费, 从西甲境里买进那里天下的王牌来源,卡拉斯科上次地赛中超过线了7球5度的不俗数据。 他也是大联义方最终保级的重要功臣,但如均持着哈美西克和博阿唐的加盟, 卡拉斯科在全队战术核心的位置已经设备了严重的挑战,他也不再是大联义方不可获取之灵。 根据此前外媒的报道,大联义方有意再对从那不乐斯那里牵向卡拉斯科的同胞用程式。 如果这笔交易最终成功,或许一方真的会在转会费合理的情况下, 为了卡拉斯科的前途,从而大度地放弃离开。